福建游神是迷信吗? 我发现有些人竟然还是看不起传统文化 但是相比以前,更多的北方人开始参与福建的游神 更多的年轻人开始自发地宣传游神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慢慢消失 郑强教授曾愤怒地批评过,这是在剥夺中国的传统 他说,披着环保的名义,对烟花爆竹一刀切的禁止 让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烟花鞭炮,不知道什么是年寿 让我们的春节失去了仪式感,失去了年味 久而久之,中国人就对自己的文化不再有贵属感 其实他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文化入侵,我们有很多传承和记忆都消失了 元宵节原本是在京城附近流行 赏花灯,菜灯迷,男女结识和相亲的盛大活动 如今只有福建和广东还保留着这个传统 端午节赛龙州原本也是起源于洞庭湖一带 如今依旧只有福建和广东还在顺行 还有午时原本也分南北 可现在,北识已经消失不见了 男识的表演也逐渐不复盛况 过年期间,一个男时车队与小女孩武师的视频感动了整个中国 这件事情本来并不稀奇 大家感动的不是小女孩武师 而是武师有了传承 我们都说,中国不单单是一个国家 更是一个传承了千年的民族 如果传承都没有了,我们还能也许千年吗 文化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 别人就会去占领 日本的夏日季,美国的圣诞节 已经悄悄成为中国企业收割年轻人的节日了 韩国更是直接窃取了中国的传统节日 把端午节等活动申办了事宜 更可怕的还不止这些 而是中国很多人被国外的文化逐渐洗脑 就拿美国文化入侵来说 他们很早就制定了对中国文化的渗透战略 1908年,在美国各界人士的推动车下 美国政府用部分根子赔款招募中国留学生 这件事被美锤拿来炫耀 说他们多么重视教育 对中国非但无过,还有功 其实,他们哪有这么好心 全都是狼子野心 当时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校长詹姆士 游说美国总统时就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他说,通过吸引中国的留学热潮 美国能够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 控制中国的发展 用知识和精神操纵中国的领袖 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的中国青年 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 收获最大的回报 你还觉得这是要帮助受尽苦难的中国人崛起吗 如果是,那我只能说 恭喜你被远程殖民成功了 早期时就有很多中国人被洗脑 一些所谓的精英不仅向往美国 要去学习最先进的技术 还以美国生活为荣 中国的文化传承太强了 即使失去了很多精英 依旧能够让其他人快速崛起 因此美国的第一次文化渗透并不算成功 但是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中国的童话 他们通过电影、新闻、科技等手段 一直在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进行渗透 其中对日韩文化的侵略给了他们启发 二战后 美国为了更好地控制日本 就开始对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 当时日本的基因虽然因美国马首是瞻 但是日本的年轻一代却并不认同美国 他们经历过日本天花和武士道的精神洗脑 对于美国的控制是打心里不服的 美国在控制日本的过程中 就遭遇过这些人的强烈抵抗 甚至发生过美国军人被日本人袭击的事件 这让美国政客们非常苦恼 于是美国就决心改变日本的这种文化 他们通过塑造阴柔化的偶像 将日本打造成一个娘化盛行的国家 这次改造非常成功 日本成为一个沉迷于追星、漫画、女色的民族 在经济危机时 他们也没有动力去对抗美国 也不愿意改变社会 而是迅速沉沦 成为一群不愿意生孩子 不愿意奋斗 甚至不愿意为自己未来负责的年轻一代 这种丧文化迅速在东南亚流行 韩国成为日本之后 又一个沦陷的亚洲大国 祸害完日韩后 这双大手又升向了中国 如果有关注这些事的小伙伴 应该会深刻的记得有一段时间 中国的丧文化和娘炮非常流行 他们企图在中国再次复制日韩模式 同化中国 当时中国很多年轻人不以阳刚爱国为荣 反而以阴柔自我为目标 不得不说 这股文化侵略性十足 好在国家及时出手 制止了这种文化的传播 但是至今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深受影响 除了这些以外 他们还利用科技环保等理念影响中国 中国吃肉 就说肉蛋奶消耗太大 影响地球气候 中国过年放鞭炮 就说污染环境 中国举办大型传统节目 就说文化糟粕 他们无时无刻不再对我们的文化 进行侵略和诋毁 反光欧美 人均肉类消耗量是中国的好几倍 他们避而不谈 和污水排入大海 他们不管不顾 甚至利用他们的节日 吸引中国游客去消费 直到我们有些地方 再也没有体验过赛龙州 没有体验过武师 没有体验过赏花灯 这才后知后觉地开始反思 为何我们的节日消失了 为何我们的年位没有了 为何当初让人惊艳的传统记忆都失传了 还好在福建 广东 以及更偏远的地方 还保留了一些传统 中国的年轻人这才发现 原来国内也有如此丰富多彩的节目 其实不只是福建和广东 中国传承上千年 传统节日和文化数都数不清 单单一个游神 就有十里乡村不同俗的表演 更别说其他的了 保护好我们的传统 就是保护好我们能传承千年的根基